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盒子都没有 它直接是一个圆筒形的一个造型 而且呢 它直接告诉你它是没有底座的 那么娃娃机里的东西 然后又是这种圆筒的造型 势必灾情一定会很惨重 但是价格摆在那边 我呢 设置头上版 就是觉得贪小便宜的话呢 就把它给下标就带了回来 拿回来之后的话呢 果然是非常的灾情惨重 我先来讲一下 我花了两天的时间呢 整理一下这个人偶呢 大概呢 我处理一下几个问题 第一的话呢 首先它本身盗版的一个产品的话呢 你就不要指望它的一个 呃 做工会很精美 一期啦 这个呃 或者是这种分魔线 这种情况是一定会发生的 那么本身它的话呢 第一 它没有一个底座 那么这个站立的话 没有没有底座 其实它还是能站 因为它本身设计后方的这两条的尾巴 可以充当腿部 但是因为它本身呢 这个放在包装里头的时候 它两条腿是完全是这样夹紧 整个是真空包装这样束起来的 所以它两条腿呢 原本是没有张这么开 两条腿根本是完全缩起来 缩起来的情况下呢 你看 它的这个没有这个底座 可是它这个脚底板是指它是平的 所以它根本就站不稳 那么呢 面对一个 不愿意为你张开双腿的女生 你真的知道拿出成衣对不对 知道吧 很大很硬的这个 刚好呢 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铅笔盒或怎么样 够大够硬 你这样放在它的两腿中间 然后呢 这样让它躺着 然后呢 过了大概这两三天 对 我一共花了两三天的时间呢 把它的两腿终于撑开到这么大 可以完全的做一个正常的站立 而且呢 拿到了第一个动作呢 先是整个的给它用洗碗精 泡到水里头 然后倒这个洗碗的那种洗碗精 整个的洗过一遍 然后呢 把这个两腿呢 做一个掰开 然后就放置 静置了两三天之后 今天安安大家来录这个节目了啊 首先就提一下吧 这个不住户舞的人偶那么多 但是这一尊是我认为最棒 最好看的一个 没有之一啊 这个就是最好 第一它是西村娟的官图 直接做出来 第二 西村娟本身的人物画风 我非常的喜欢 它的一个人物的线条 有人戏称嘛 西村娟是在这个人体的这个肌肉上面画衣服 这个呢 男性角色尤其明显 那女角的话呢 它的一个人体的一个处理呢 西村娟它本身是 我觉得它的人物的一个线条 它蛮擅长 利用身上肌肉的这种比较凹陷的地方 来凸显它丰满的线条 这一点的话是其他画师比较做不到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个人喜欢的一个就画风之外 还有它一个人物的表情 西村娟人物型的脸孔的一个画风 我个人是喜欢的 那撇开这个不知火火这个角色也是超有爱之外 本身的话呢 就来看一下 第一 它的这个价格 这个500块钱左右 顶多只能当个景品 尽管它的正版品呢 是一个PVC的等级啊 那本身的话 异色的情况 这是绝对是不在话下 一定很多啊 胸口的一个分量 那么以及它本身这种在一个圆筒 圆柱形的这个 不是它原本的包装盒里头呢 它的这个碰伤 刮伤是必定会发生的 像这一代也是 以及它的一个 因为这个尾巴的话呢 靠在后面这个你看 这里好像是 对不对 夏天穿短裤被汽车的这个排气管烫伤那种感觉 或者瘀青被家暴的一个感觉 这个基本上都是本身这一个产品呢 因为包装不当而造成的 那么如果是它这个本身是一个盗版的一个玩具的话呢 像它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模显量 稍微光切一下你就看得到 对不对 好像穿了一条透明的丝维子嘛 这有个线这样下来 不过话说回来了 你其实你摆在柜子里头 摆远一点看 这个基本上都是看不出来的 而且身高来讲的话非常的高 将近有30公分嘛 这是一个15公分的尺 对不对 这样子这样加起来 26 7公分应该是有的 那么其他的细部也各位看一下 就不要指望说会做的很精细 包括一些色衣的部分 像这个原本应该白色的部分呢 也都有一些透了一些粉红的一个光泽的感觉 那么这个臀部的话 这个地方这个圆形倒是完全完美无暇的呈现了 这一代OK 以及膝盖后方有一个肌肉的一个感觉 然后这个玩家也是直接很有趣 还有有卖两种配色 一个是蓝色 另外一个它直接不是写红 它写橘对 这个色差的话也是比较大 这个已经对不对 这个才叫红嘛 这个基本上的确是已经退到差不多是橘色了 这个扇子的话是粘在这边 那基本上手指的处理也是普通 那因为我还是那么一句话 这个在包装盒里头各种碰撞啊 造成它的一些损伤啊什么的 你买的时候呢 你会遇到什么情况呢 我只能说大家自求多福 我是完全不会很建议你去买这个 呃这个这个就是所谓夹娃娃机里头的 这个圆筒式的这个版本 风险真的很大 风险真的很大 当然价格摆在那边 它比一般的港版的话呢 可能再便宜一个三四百块钱吧 如果你买它的一个盗版的一个盒装品的话呢 基本上是一个大概是将近 也是要将近台币八九百千元这样子吧 OK 非常不科学的衣服啊 当然身材也是稍微的有点梦幻 那么这是 OK吧 年轻时候的女神 即使到现在也是一样的 这一尊西村娟所绘制的 不知火舞的这个 人形的一个 这个只能降级为景品了 虽然是 瑕疵不少 但是价格就摆在那边 我个人觉得放在柜子里头 也是一道优美的风景嘛 OK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玩具开箱时间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一个我在网络上买到的布 我刚才可能看他动了一下 感谢观看